好 另外 其實大家都知道 最近這個中飛之間的關係是蠻緊張的 不過我們來看到就在這個敏感時刻 印度宣布要提前交付菲律賓早前購買的 一個這個超音速導彈叫做布拉莫斯 好 布拉莫斯導彈多厲害 它有很優越的圖防能力 一旦菲律賓部署這個導彈的話 就能對中國控制的黃岩島造成威脅 因為它的這個威懾能力 甚至能夠一路延伸到巴士海峽去 好 當然外界就分析說 印度為什麼要選擇在此刻來搞事呢 好 有人說呢 是此舉想要來挫挫中國的銳氣 好 也有人說 是不是跟這個莫迪最近到美國去訪問 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他有受到蠻高規格的對待 好 另外我們還要來看到的是萬安灘的部分 這個地方呢 有非常豐富的油氣資源 那中國跟越南曾經速度在這個地方對峙 中國的地址8號 有一個這個勘測船 在萬安灘附近接近越南的白龍5號 那白龍5號呢 其實就是一個鑽井平台 沒有想到在這個地方竟然上演了三國爭霸 因為馬來西亞派出了一艘武裝的貨船 突然跳出來聲稱中國越界 好 這個部分呢 這兩個議題我想要一併請這個蔡委員來幫我們分析 印度為什麼選擇在此刻來搞事 另外馬來西亞它為何而來啊 印度賣給這個菲律賓的這個布拉莫斯的導彈是在去年的1月份就敲定的事情啊 買了好像兩套是菲律賓陸軍那兩套是這個菲律賓海軍 還有海軍做暗機用的陸軍當然說陸基用的啊 這個是早就不至於錯什麼中國銳器啊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哇這超音速導彈 它只有三馬赫啊 問了立將軍知道三馬赫怎麼有土旁能力呢 那現在那個 俄武戰場上出現動不動的五馬赫了 這個三馬赫能幹嘛 是一個很老舊的一個導彈 可能媒體上面有去追究 它其實不是俄羅斯自己的技術啦 它是印度 不是印度自己技術是俄羅斯提供的啦 它就是俄羅斯的紅寶石導彈 俄羅斯自己都不太用了 俄羅斯戰爭這個時候都沒有看過 這個紅寶石導彈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有俄羅斯的技術 然後改裝一下在印度做出來 然後號稱BLAMOS 三馬赫的導彈能夠做反艦 能夠影響到有多大 我沒有什麼太高的信心 可以是300公里 重點不在距離 重點在速度 三馬赫的很容易被打下來 所以菲律賓買這一款 最大的好處不是說能做什麼 而是很便宜啊 那便宜嘛 這菲律賓的國防預算來講 買起來不太費力 那至少可以擺在巴士海峽 下一下那些解放軍等級比較低的穿艦 如果等級比較高的那種大區的話 它大概沒辦法了 因為這種大區的防護能力 是比這個強大很多了 除非你那個導彈的速度能夠高達什麼 7啊8馬赫才有辦法 到了5馬赫以上我們就稱出了極音速導彈了 所以這個很難講 他們這個可能是外交用的啦 至於這個萬安灘喔 這大陸可能要發點心思啊 因為萬安灘是所有的南海島嶼的最西邊 在最西邊喔 那最靠近越南 越南越南覺得 溫島嶼是我家的喔等等 所以他現在動不動喔 也要來個來個 一種不太軟性的主權宣誓啊 應該是軟性的主權宣誓 他不敢去用軍艦嘛 所以就用這些 有什麼勘測什麼有的沒有的那些船 那馬來西亞喔 什麼叫做武裝貨船 不像軍艦 那可能也沒有軍艦的法律地位 比較像有武裝的商船 有啦很多過去 很多商船為了防護海盜是有武裝的 但是武裝的能力應該是很少 也就是說未來的 大家都希望在南海尬一腳 發點聲音 但是應該怎麼講 這個不會有什麼太大影響 因為本來馬來西亞 在這個南海的島嶼的爭奪上面 本來就沒有什麼利基點 因為畢竟離開有爭議的地方太遠了 所以我不認為啦 遠遠細後許會有吧 好接下來我們來討論一個軍武題喔 因為其實我們發現有蠻多朋友都很喜歡這個軍武議題喔 這個是所謂美國版本的萬噸大區 它是首騷的伯克三驅逐艦 現在已經交付給美國海軍了 取名叫做盧卡斯號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有人立刻就把這個伯克三 跟所謂這個中國大陸的055大區做了一下比較 好伯克三的滿載排水量突破了9500噸 好但是如果跟這個中國的055大區比的話還是差一大截 因為這個055的排水量可以達到12000噸 另外如果從造價來說 伯克三造價35億美元 那055大區是沒有這麼貴的 那這個問題我想請教一下立將軍喔 當然其實喔 現在中國大陸有說 已經正式進入美國在抄襲中國的時代了 我今天看到這個新聞我嚇一跳 為什麼代表什麼 這個伯克三出來代表什麼 代表美國海軍的艦軍計畫完全承認失敗 為什麼因為美國的驅逐艦 它已經不做伯克三這種等級了 他認為他要發展隱形戰艦 就是朱姆特號的那種戰艦 他做了三艘 就做了三艘以後 我滿意阿易他怎麼又回過頭來做伯克三 這種驅逐艦 那代表說他的朱姆特的這種戰艦 他已經承認他這種形的戰艦 當初設計有很大的問題 他問題出在哪裡 他為了要引申效果 做得很科幻 對不對前面是斜的 做得很科幻 然後船體很大 一萬多噸 可是因為要達到引申效果 所以他就為了那個造型 所以他變成裡面空間很窄很小 那他必須又要容納那麼多顆飛彈 在裡頭的話 他就必須要做得很大一艘 所以到萬頓級朱姆特 那現在伯克 所以美國那時候他也在掙扎 到底要繼續做 後來發現這種 朱姆特出來的問題很多 然後他又不要 他美國又開始說 那我做冰海戰鬥艦 他很驕傲 他認為以我美國海軍的實力 我只要做2000噸的這種抵近敵方的海岸線 我就可以作戰 所以他就發展冰海戰鬥艦 結果冰海戰鬥艦發展才10年以後 已經退股了 說賣給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也不敢要 昨天因為他本來就是設計不成熟的一種武器 所以美國現在代表他又回過頭來來做伯克山 因為他看到解放軍的055大軍 好像比較務實的一種戰艦 所以他回過頭來做伯克山 那伯克 事實上他已經做了70艘了 那這次做伯克山 他有兩點很大的進步 他主要做兩點改良 第一個當然他船裡是加大了 到九 原來大概只有八九千噸 他現在做到九萬五千噸 九千五百噸 那第二個 他就是加強他的雷達 他用相控陣位雷達 也用SPY6型的雷達 這第一個 他雷達功能加強 他可以同時徵收的距離比較遠 而且可以鎖定的目標比較多 第二個他是他加強 他宙斯頓的作戰系統 他有做跟進改良加強 但是怎麼講 就是也是只有在作戰系統跟這個方案做改良 可是他的經費很高 美國海軍軍工 昨天我在這邊也特別講 他其實你看 他現在來講的話 美國航空母艦只剩下一個船屋 可以整修 可以製造 對美國來講他整個造船速度 他希望一年可以增加三艘 因為他看到中國造船速度太快了 可是事實上美國現在缺工 對不對也缺錢 他連船屋都不夠 他連船屋 他昨天我特別講一個數據 美國自己的海軍部 他說他們的這個造船設施 整個做改進的話 基礎設施改進要250億美元 但是明年的下2024年的 他整個造船部的改進 只編了不到5億美元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可能美軍來講的話 他慢慢 再來他缺很多工人 他認為要到8到10萬的工人 才可以發展他的海軍軍艦 但目前來講的話 他的工人也不夠 對不對 電焊工技術工 所以美國造船現在來講的話 他就包給外包 對不對 外面廠商來做 那不像我們海軍 我們自己 也是廠商做的 但是我們自己海軍會監督 他們就是商業行為 就是我海軍部 跟你這個廠商 來購買這種軍艦 所以我覺得 柏克山出來的話 他第一個代表含意 就是說美國 他原來發展的朱姆特 已經自己承認自己失敗了 還有濱海戰鬥艦 他已經承認失敗了 所以他回過頭來 又在做這種柏克山的區域 那我特別要說 這個跟055大區 我用幾個數字來比較 當然有關於科技的部分 我們可能不是很瞭解 因為他牽涉到兩國的相關的機密 其實像這種海軍的軍艦 他連船的速度他都是機密的 因為我不要讓你知道說 我現在公開的 譬如說我是30節 可是事實上我應該可以跑到40節 因為作戰的時候我在你 還沒有預料到我到的時候 我已經到你作戰的地方來 所以連這個對他們來講都是機密 但是我們現在從兩邊 公布的一些數據我們來看 第一個就是造價最現實的 柏克級要35億 我們都用美金來算 然後055大區多少錢呢 8.5億美金 如果換算成美金的話 是8.5億美金 那差了很多倍 對不對 所以說為什麼中國造型輸入 會這麼快這麼多 因為他人工便宜嘛 他自己的這個產業鏈來講的話 他供應無缺嘛 所以他可以把成本壓低降下來 第二個我們講 這垂發系統 現在最新的5G 飛彈發射的垂直錦來講的話 055大區有112具 他這個柏克3大概只有 我看只有96具 他最新型的這個柏克3 只有96具 所以說垂直發射區 我們就看 他差不多少了20具的垂直發射 也就是說 他不管是對空對艦的 這種發射速度來講 都會沒有055大區的數量 來那麼多 或許他的雷達會比較強 他可以同時攻擊的目標 可以比較多